大家都知道张哲瀚是个演员歌手,但你可能不知道他还是个运动健将,一位高尔夫高手。 近日张哲瀚获得了2021年新浪杯职业业余比动赛最远距离奖。 网友们惊叹,原来张哲瀚是个被演员身份耽误了的运动天才,有点出乎意料。 7月27日,新浪体育,新浪高尔夫发文,祝贺张哲瀚获最远距离奖。 最远距离就是指,全局某一个球道开球最远。 在比赛中,张哲瀚取得了303码的好成绩。 303码是什么概念?约等于277米,标准跑到一圈是400米。 张哲瀚一杆自打下去,球飞出的距离顶别人跑大半圈,球的影子都不见了,这力量真是不服不行。 看来以后张哲瀚和别人演武打戏,得收敛点力气才行。 也不知道格代大西的人知道后会不会有所顾虑。 其实张哲瀚以前就向大家展示过他高超的高尔夫实力,他曾获得过一杆进洞证书。 据说张哲瀚只学习了半年高尔夫,就拿到了这个证书。 这可是很难拿到的证书,什么叫一杆进洞? 一杆进洞只在比赛中,从发球台上一杆将球打入国领的洞中,在标准干为三杆洞上一杆进洞,这叫老鹰球,在四杆洞上一杆进洞,就叫信天翁。 对于职业选手来说,这概率都得是几千分之一,别人需要打三次。 张哲瀚以下就打进去,可谓是相当厉害。 在奥运会期间,奥运健儿们受到了全部瞩目,对于这次的高尔夫比赛,其实连张哲瀚的粉丝们都没有过度关注,若不是新浪体育,新浪高尔夫发文,连粉丝都不知道原来张哥背着他们去比了个赛,然后再悄无声息拿了个奖。 这偶像,谁看了不说一句,太省心了,张哲瀚的运动天赋很棒,在早期与郭晶晶,刘翔等奥运冠军参加综艺活动时,就收到过他们的夸奖。 2015年的中韩梦之队,是中韩明星一起竞技的综艺,很多次比赛都是张哲瀚力往狂澜,总能给观众带来惊喜,同时也让韩国的观众惊艳贪腐。 彼时,张哲瀚的爆发力,让韩国的教练都为之忌惮,他曾和不少知名球星一起合作,也在赛场上取得过不错成绩。 在奥运会如火如荼的进行期间,张哲瀚也在以实际行动,支援奥运,践行体育精神,好事成双。 除了这个好消息,张哲瀚又一新剧来袭,在《北斗南极之歌》中,与《85后小花旦》张丽颖搭档,担任该剧男主角。 《北斗南极之歌》是刘和平老师步入晚年时写的一部青春洋溢之作,他可是国家一级编剧,历史学者,文学功底非常的深厚,作品也比较受欢迎。 十几年前热播的《雍正王朝》《李卫当官》《大明王朝》《1566》《嘉靖与海瑞》等,揭示刘和平老师的大作《北斗南极之歌》也是一部历史剧,主要是以南北朝为背景来写作的, 记载了《北魏孝文帝》拓跋红精彩丰富的一生故事,从历史的角度来看,北魏和南极是处于同一时期的两个不同国度,正好对应着电视剧的标题《北斗南极》,《北斗南极之歌》的导演是郑武阳光团队的孔生老师,他的指导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,《金爵古城》、《狼牙榜》、《环乐颂》等,揭示非常不错的片子,总体来看,《北斗南极之歌》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历史剧本, 《正午阳光》也是一个很有实力的制片方,导演孔生的指导能力也很强,三强联手之下,这部《北斗南极之歌》必然又是一部很好的片子,甚至比肩狼羊榜也不是不可能,毕竟二者的题材还是挺像的,《北斗南极之歌》不仅阵容强大,制作班迪也是很强大的, 这部剧将由正午阳光出品,一直都有这样一句话,正午阳光必属精品,正午阳光出品的作品质量和收拾都是有保障的,比如之前播出的《大江大河》系列等作品,都是正午阳光出品的,由此可见,正午阳光出品的作品大家都可以放心贼,在娱乐圈中,正午阳光绝对是大拿之一, 他制作出来的许多电视剧都是精品,因此网友奉上正午阳光必属精品的美誉《大江大河2》也是正午阳光的佳作,该剧刚一上线就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,组建及火爆程度,南北朝时期的故事,大多都是朝堂权谋,南北朝之间的战争居多,赵丽颖在剧中饰演的应该也是一个金国女子,辅佐帝王治理天下,这样的人设,赵丽颖也扛得起来,楚桥转装的楚桥, 就是一个这样的形象,如果真的是由他来主演这部旅史剧,想必会有不少的网友追剧,北斗南期之歌,女一号冯太后出场就是40岁,但美貌年轻依旧,而男一号则是出场才18岁的小鲜肉,拓拔红,拓拔红的年纪和设定完全符合张哲瀚,这几年来,娱乐圈内刮起了一阵古装风,古装剧可以说是一部接着一部,而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, 论起当前收视剧女王的宝座,那当然是非赵丽颖莫属,提起赵丽颖的古装剧,那可以说是人人赞不绝口,无论是其主演的花千湖,楚桥转,还是游斐,又或者是支缝,都是好评不断,享誉国内外,即便是产后付出,对于角色的把控和拿捏,依旧是非常的到位,演技,颜值纷纷在线, 尤其来担任北斗南极之歌的女主角,自然是配得起,也担得起的,在赵丽颖出演赏舞剧《知否》以后,很多专业人士爆料,赏舞将有第二次与赵丽颖协作,最后,虽然本剧是下午的主题风格, 但也必须一人有总流量扶持,而赵丽颖是花旦最好试的男主,此外,《知否》的朱玉也是领跑,许多观众们都希望着,下午专业制作高品质的连续剧,能够再度和赵丽颖协作,没想到一眨眼喜俊来了,说到张哲瀚,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的,出导多年,饰演过不少作品都是很不错的,但一直到今年出演的单改剧《山河令》才真正走红,在之前,张哲瀚饰演的作品,大多都是绝色火, 但本人没有出圈,凭借着多年的演艺经验,张哲瀚精湛的演技和帅气的颜值也是圈分无数,在《山河令》之后,两位男主,公军的资源,好像要比张哲瀚好一些,参加活动,代言产品,还进组拍戏,张哲瀚这边感觉就没有什么动静,观众多期待张哲瀚能用新的作品播出,这不,盼望着盼望着,张哲瀚又一兴趣就来了,其实,早在2018年的时候,北斗《南极之歌》就传出要 拍摄一部40级大型历史电视剧,当时,网传的男一号是王凯,这个选择还是挺不错的,在娱乐圈中,王凯的气质,演技都是非常好的,也是一个实力派,狼牙榜中,王凯饰演的靖王就很不错,由他来演北魏孝文帝,拓拔红很合适,可是,这部电视剧不知什么原因,就被搁置了,王凯也没演成, 后来,北斗《南极之歌》,影视化的消息又传来了,男一号变成了白羽,白羽算是娱乐圈中的一股清流,明明是小鲜肉,但做派却非常的像老干部,自出道以来,基本没有绯闻,一直都是认认真真的拍戏,认认真真的工作,且他的演技也是非常不错的, 这几年发展也比较的好,郑魂微微一笑很精诚,沉默的真相中都表现很不错,可是,他的倾向似乎不适合出演这类历史剧,白羽的都市感很强,演青春偶像剧还不错,历史沉淀,沧桑感却不多,没有帝王的味道,另外留着胡须的他,虽然也显老成持重,但是与赵丽颖的CP却不是很强,总体来看,白羽的条件相比于王凯还是差了不少,另外一个传出的男一号便是李一峰, 李一峰虽然近几年来作品比较少,但是演技是非常在线的,并且其之前和赵丽颖也合作过,所以两人再次合作的可能性也比较大,在古装电视剧《古剑奇谈》和《轻鱼志》中,大家都看到了李一峰的优秀表现,如果李一峰能够和赵丽颖再次合作,也算是满足了很多的粉丝的CP粉期待,还有一个就是张若云,提起他,大家首先想到的就会是《轻鱼年》,张若云在《轻鱼年》中的 表现是非常棒的,让大家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,让大家知道了这个心境奶爸,不仅可以饰演霸道总裁,饰演大明星的角色,更可以演好古装剧的角色,他对于细节的把控非常的严格, 将角色的各个角度展现得淋漓尽致,尤其来出演《北斗南极之歌》的男主角也是非常合适的,不过,最终确定了男主角是张哲瀚,也是一位实力派男主角,也是非常令人期待的,相信有如此好的编剧的加持,再加上收视女王赵丽颖的精湛演技,这又会是一部暴剧,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,喜欢的小伙伴来播一键三连再走吧,下期还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